大唐红线传 大唐 路周节度使薛松大摆宴席 犒赏三军 军营里人声鼎沸 喝酒声划拳声 乐趣声不绝于耳 薛松也喝得微醉 他很高兴于今天 薛松继承了祖业驻守山东 一向太平 最近又与魏伯划好两阵联姻 三足鼎立 自己的领地必将国泰民安 繁荣苍盛 他暗自得意 叫来乐师鼓乐祖姓 叮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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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有节奏的鼓声响起 合着音乐 将士们更加高兴 唱起歌来 嘈杂声中一片喜悦的气氛 但只有站在薛松旁边的一个婢女 眉头微微触着若有所思 好像在仔细听着什么 这位婢女名叫红线 她容貌俏丽 一身红衣 眉宇间 一股英气逼人 她是薛松最器重的逼女 得到的礼遇与军官无益 她从小就精通音律 弹的一首好疲弱 又书读四书五经 颇有才学 薛松让她管理各种文书 称为内计师 这个红红线听着音乐 思索了片刻 附身就对薛松说 主公 我听到这个乐曲里 有一只鼓声不太一样 鼓点散乱悲凉 这打鼓的必定有心事 薛松平时也是个懂音乐的人 他放下了杯子 仔细听了半天 嗯 嫩说的对 于是啊 他就找来了乐师 仔细询问 果然有一个打鼓的 神色哀伤 无精打采的说 哎呀 作业笑容的棋子四了 本想搬离喉事 但今日得了才是 不敢请假 只好用着头皮 过来给颜辉逐行 不想啊 除了查错 饶了将军的牙心 薛松听完 就让他回家了 又赞叹 红线女的细致机密 从此对红线女啊 就更加上识了 这时啊 正是大唐宿宗连见 河南河北一带 很不安宁 朝廷命令薛松守卫 赶阳 并控制山东 战争刚刚结束 军政府啊 出此建立 朝廷命薛松将女儿 嫁给魏伯节度使 田承司的儿子 又让田承司的儿子 娶豪华节度使 令狐章的女儿 使赶阳 魏伯 华豪 三阵联姻 经常派使节 互相往来 其实是想让他们 互相治愈 这个田承司 可是个狠角色 曾经是安禄山的旧部 安始之乱之后呢 反歌投效了朝廷 这个人物 我们在宁野娘的故事里 也提到过 就连皇帝 也想跟他联姻 但是他呢 却很不屑 手握兵权 助手重镇 嚣张把扶 不可一世的样子 这不 与薛松联姻不久 他就耍出了一个幺蛾子 田承司 称自己啊 肺部患病 天热就严重 于是他就放出话来 我若驻守山东 那里天气比较凉快 还能让我多活几年 不仅如此啊 他又从军中选拔了 三千勇士 号称 外宅男 我们现在听这个宅男 他们叫外宅男 给其优厚的待遇 他命这些高手 在衙门口和宅院内值班 随时亲密于他 很显然 田承司啊 是想选择适当的时机 吞并怒咒 薛松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 日夜忧愁 惶惶不安 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一天夜晚啊 军营的大门已经关闭了 薛松呢 却睡不着 拄着拐杖 晃晃悠悠的躲到庭院 只有红线跟在身后 红线女一见他 愁眉不展 就问道 你这一个多月寝食不安 好像有心事 是不是因为田承司的事烦恼啊 薛松爱理不理的回答 哎呀 除了这个事 我还能想想什么事呢 实际上我一点找都没有了 使管闪斗的安危 算了 说了要没用 你也不能处理 红线恳切的说道 我虽身为奴婢 身份低位 但有时候也能为你分忧啊 薛松听他的语气非常笃定 不仅笑的 嘻嘻 你这个小门 我知道你不是一般日 你的才能我心总是有水的 但是你呢 一个小鬼妮 又能做啥呢 我继承了主夫的大爷 承受国家的恩惠 一旦将真守的疆图丢死了呀 这几百年的龚训呢 这都没了呀 只怕到时候啊 你的灵训踏出了哦 红线说 这事好办 你大可不必烦恼 你先让我去趟卫城 观察下形势 探探虚实 一更去 二更便可回来 请您先准备好一个使者和一匹马 一封问候信 其他事情等我回来再说 薛松瞪他的眼睛 急忙拄拦刀 你可别盲撞啊 你这样茫然前去 反而会招来火短 那怎么办呢 再说 这里离围城 往返要七百里来 哪能那么快呢 红线胸有成竹 主公放心 我此去必定办好 薛松呢 来不及主劝 红线立刻回到屋里 准备行囊 舒适打扮 过了一会儿从屋里出来 只见他梳了一个丸子头 头插金插雀 身穿紫色的绣花短袍 腰脊青丝带 胸前配了一把龙纹匕首 前额上写了太医神明 向薛松拜了拜 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薛松惊得目瞪口呆 虽然平日深知红线的才干 却不承想 眼前这个从小看到大的年轻小姑娘 无意可如此高深的恶扯 薛松回到屋内 关灯坐着 独自饮着闷酒 心想 哎哟 这个小姑娘可是了不得了呀 她平时并不常饮酒 但是这一晚呢 忧心忡忡 一杯接一杯就喝了很多 往屋间就听到屋外 一阵尘风吹过 好像有树叶的声音落下 她转身一看 哟 红红线女居然回来了 薛松急切地问道 哎呀 你这个事是办得咋样的 红线答道 不如使命 已经办妥了 薛松又惊又喜 快说说快说说 你做了啥呢 红线说 你看 我把田城寺床头的金盒拿来了 薛松仔细看了看金盒 果然是田城寺的东西 赶紧催红线细细盗篮 红线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半夜前就到了卫城 过了几道门 便到了他睡觉的地方 听到外宅男在走廊上睡觉 憨声如雷 军中士兵在院中走动 互相打招呼 我开了左门 到了他床前 你的这位亲家公啊 正躺在床上 露着脚睡得正香呢 他呀 头裹黄金枕着花枕头 枕头前露一把短剑 短剑前有一个开着的金盒 盒内写着他的生辰拔字 和北斗神明 上面盖着香料和珍珠 看他那熟悉的样子啊 他肯定没想到 他的性命此刻就在我手中 杀他那是易如反掌 但是呢 我想起了你的顾虑 怕那样啊 给你带来麻烦 这时蜡烛快要熄灭 香炉的香已经燃尽 他的侍者正四下休息 兵器散乱地放在地上 有人头碰屏风 憨身大作 有的手持旱金 毛胆睡着了 我用了一些小戏法 让他们睡得更沉 伸手拔他们的头毡耳环 揪他们的衣服 他们都浑然不觉 我便拿金盒回来了 出卫城西门 走了二百多里 隐约看见城墙上的铜台 也看见张水向东流去 此时已经月上临烧 沉寂鸣叫 去的时候 我还为你愤愤不平 回来时很高兴 忘记了疲劳 为了感谢你的恩德 我宁愿半夜三更 往返七百里 不顾危险 走过了五六座城 只希望为您分忧 薛松听了红线这一番话呀 惊得说不出话来 仿佛不认识红线一般 过了半想 才感慨万千 老泪纵横啊 第二日 薛松一红线之际 派信使到卫城 给田腾寺送了一封信 信上说 昨晚呢 有个朋友从卫城来 从你窗头拿了一个金盒 诶 整送给我 我是不敢留下 特派转使连夜送花 话说这位信使啊 即使快马加鞭 半夜才到了卫城 只见田腾寺 为了寻找丢失的金盒 搜捕到金盒的人 军宗和奴役都在忙碌着 天帅府闹得鸡犬不宁 一片慌乱 信使敲门求见 田腾寺爱理不理的出来迎接 信使把金盒和书信 交给了田腾寺手中 田腾寺捧着金盒 惊异的几乎晕倒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赶紧留下信使 请到厅内设宴款待 并给了很多赏赐 第二天 田腾寺专门派人 带了三万匹布 二百匹毫码 还有一些珍贵的珠宝献给薛松 并转告薛松 多亏你不计私愿 我才保住了幸福 我去毁过自新 不再连累亲家了 我会专门派人去商量孩子的婚事 并嘱咐全子 优待你的千金 我招募的外宅男 只是为了防盗 没有别的企图 你不要多想 从今天起呢 我就遣散他们 让他们脱掉军装 回家种田去 你就放心吧 往后的数月 两地的信使经常来往 看上去一片和气 百姓免于战乱 安居乐业了 有一天 红线突然告别 薛松说 你从小在俄家长大 也没有秦人宰食了 你想上那儿啊 何况 往后我还要依靠你 拱鼓我的打野 你怎么能走呢 红线女说 主公 你有所不知 我前世本是个男子 周游四方最新云医学 读过神农室的药书 给世人看病消灾 可是有一年啊 我遇到了一个孕妇 她说她肚子里生了虫子 我当时疏忽 没有仔细检查 就给她服了药酒 结果一尸三命 妇人和府中的酸胞胎都死了 三条人命因我而死 阴朝地府为了惩罚我 贬我为女人 为奴为婢 幸亏生在你家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九年 衣食无忧 你对我也特别气作 处处优待我 按理说 我应该继续留在这里 可这样违背了天意 昨夜去魏城 是为了报答你的养育之恩 现在两地都保住了城池 百姓也能得到几年的安定 让那些乱臣贼子心有忌惮 刚烈正直的人则心中安定 对我这个小女子来说 功德也算是不小了 可以赎我前世的罪孽 还我男儿生 我想离开城市 承先得到超脱生死 这个薛松就不解了 你从小浇灌得像个前景一样 难道要住到啥里去吗 红红线说 为了来世 我怎能久留呢 薛松知道自己留不住红线 便只好为他鉴别 集合了宾棚好友 设宴宗堂 薛松请在座的冷朝阳作词 命歌女唱曲 一曲青阳的琴声 歌女哀晚地唱到 彩林歌院 木兰州 宋客浑霄 百尺楼 还是落飞 成雾去 避天无际 水空流 一曲唱罢 薛松心中不舍 双眼湿润了 而红线 也是边哭边败 宴会还没结束 红线假装喝醉 便提前离席 从此 就再也没有人 看见他的踪影了 《大唐红线传》 是唐代小说家 袁娇所作 是《唐传奇》里的 名片之一 它被改编成 多种版本的戏剧 影响深远 明代梁晨鱼 据此创作了 《红线女》的杂剧 吴明氏 又将他与梁晨鱼的 另一个剧本 《红霄》合为一句 称为《双红记》 经剧中 《红线道合》 就是取材于这个故事 金庸先生 曾对红线的故事 做了自己的解读 他认为 《红线传》 是唐末园娇所作的 甘哲瑶九哲故事中 最精彩的一则 真实的历史中 故事中的两个杰度士 薛松和田腾寺 本来都是 安禄山部下的大将 安禄山死后 他们就归史思明了 后来投降唐氏 而得以杰度士 其实都是 反复无常的五母将 红线当时十九岁 不但身具艺术 而且善谈远闲 又通经史 是个文武全才的侠女 其他的剑侠故事中 少有这样的人 红线传案 所以流传的这么广 或许是由于他 用一种巧妙而神奇的行动 而阻止了一场冰灾 正合于一般中国人的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的理想 唐朝人一般的传奇 都是用散文写的 但是 红线传中 杂以若干经营的 朱玉的甜文 并有一股特殊的光彩 尤其是故事的结尾 即是飘逸有志 红线告辞时 薛松以一段唱词 为红线送行 怎么说的呢 歌敬 松不胜其悲 红线败且弃 因伪罪离席 遂亡所在 这段文字呢 豪迈而又缠绵 很有英雄之气 儿母之意 明灭隐约 余韵不尽 其实是武侠小说的 上层片段